現在很多議長都公開支持就是郭台銘 會不會擔心說謝典寧現在也退黨了 那之後如果郭台銘真的參選 會變成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全代會已經通過 正式提名侯友宜市長來參選我們2024的總統 我想我們就是朝共同勝選的目標前 請大家團結一致 一起努力 之前在預算的方面 現在就是有議員認為台北市的預算太少了 比高雄還少 那這部分會不會覺得中央有大小眼看顏色來給錢 審計部最新的報告我們看到 中央對於台北市前代基礎建設計畫的相關補助款 184億 是六度最後全國第九 那當然我們希望中央在補助款 都能夠公平合理 同時也能多體恤地方政府 在建設上面的需求 以及各方的金股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中央能夠了解很多的建設是民眾共同的期待 我們也期盼中央和地方各縣市能夠共融共好 市長怎麼看說林金傑覺得現在黨內一團亂 那對於立委的選舉 侯友宜都沒有在管 我想侯市長團隊 目前整個整合也非常的順利 我們也希望接下來的時間 都能夠持續的爭取各方的支持跟認同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團結一致 全體支持